如果你要給他一個位置必須要是一個字串 這是前提 第二個的話前後一定要加雙 這個最容易犯錯 因為很多人可能輸入之後 他不會自動幫你加雙 所以如果你又忘了加雙 最後結果一定是錯誤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他裡面一定要是文字 而且是要這樣的形式 哪一個儲存格 哪一個工作表裡面的哪一個儲存格的絕對位置 而且必須你不能用藍的藍 尤其是最重要的是這個藍 這個藍他沒有辦法用數字來表 那index可以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 只能用index indirect 那我怎麼辦呢 第一個 你可能需要做幾件事 可不可以自動把它產生這個 比如說bcde 那當然我剛剛講過你可以用一個插入函數 用那個 比如說在文字裡面 如果你要取得 就是 內碼 轉換為自圓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 這個函數叫char這個 OK 他會自動怎麼樣呢 根據你的自圓期 就是你給他號碼 他會給你在 ASCII code裡面的 所在的那個 自圓的 就是比如說給他66 他會給我b 類似像這樣子 那我按確定之後 如果這個時候按66 按個確定 他會是b啦 當然你像這樣填滿他全部都是b 他不會自動幫你增加 可是你想說老師的可能要我等一下我要變b 下來就c c欄 這是欄 如果要變c的話 有沒有什麼方式 其實除非說你 那你如果把手動來改的話 這樣打勾 他會變c 是沒錯啦 可是不對啊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 不要去改那個東西 最好可以向下就自動就填滿 那我想到也可以用什麼用肉來 來 來做就好 後面可以加上肉就好了 肉呢 其實還蠻好用的 我有沒有發現 如果向下填滿 他現在的位置 第三列 所以呢 66加上 3 多出來 變多3 所以把前面改成63 63加上 3 就是他現在所在的列 3列 加起來還是66 OK 可是如果你向下填滿的話 他會怎麼樣呢 這個變第4列 這個變第5列 變第6列 不就剛剛好 bcd bcd 就自動就產生出來了 OK所以 其實你可以 用那個 我們第1個 把它產生 第2個的話呢 當然我需要的第2個是什麼 他的位置 這個 就是用chart 反正再配合那個roll 所以這個roll還蠻好用的 向下填滿靠他 都可以自動完成 向右的話 可能你要用column 那再來第2個就是 到底3 如果他今天是第1列的話 那就 就是 相對於實際的位置 因為實際的位置上面有多兩個欄位 所以變成說 多2 就變成在第3列 那我們怎麼樣剛好可以取得這個數字 其實等於什麼 實際上就等於 這個東西 它1嘛 所以你把它加上2 加上2之後的話呢 他回來的就會是他現在的第幾列 不過因為那是文字 加起來之後你可能 要不要改 改成通用再打勾一下好了 3 下下填滿 好 那當然這個要把它鎖起來 鎖起來 這個很麻煩 原來來源如果 改成文字過來 他又幫你改文字 所以可能如果你等一下還是一樣 記得 再做一次 比較麻煩一點 而且他再把它打勾 他才會恢復成數字 主要是來源是 他把它改成文字 好 下下填滿 有沒有 B3 C3 如果你這邊動的話 這邊變C4 所以他會跟著Walk 那我如果要把這些東西 這兩個公式 帶到這裡來的話 基本上 1 先把這個公式不包括等號的地方複製一下 取消 移植過來 那移植怎麼移植啊 因為他是自串對不對 請記得 把B選起來 前面好像有做過類似的 雙號雙號 移到中間 ANDAND 移到中間 把剛剛東西貼上 因為他是一個公式 公式 要 放在 自串裡面 就一定要這樣做 跟那個BBM那個也是差不多的 先切開來 再放兩個串接符號 再放進他的公式 那只是VBA比較特殊是 AND前後要加 那個什麼空白 但是這邊不需要空白 那3怎麼放 3這個地方打勾一下 這個應該就可以Walk了 不過 再來把這個 一樣 複製一下 取消 再把3的地方 直接這個自串 delete掉 把它貼上 理論上 這樣應該 就 大功告成 我們來試一下打勾 OK 向下填滿 理論上 吳丹雅 這個人 6 吳丹雅這個 沒錯 2 OK 那如果我把它再點擊的話 這個也會變 所以基本上 這樣做完之後呢 等於 本來是 沒有辦法完成這件事情的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這個是用CHAR這個函數 去抓他的位置 那位置因為我向下填滿的關係 所以我多一個Raw 本來是66 把它改成63加上Raw 因為Raw現在的位置 預設就是3 他向下的話會累加 所以自動去抓到下一個字元的位置 其他另外那個 這個這個數字是 我從這邊來加 就是把這個數字加了2之後 再幫我丟過來 那串接起來就剛好他 在 那個指定工作表裡面的實體位置 OK 這部分 我已經幫各位 也把它截圖 另外也有把那個最後完成的 公式放這邊 如果要參考的話 可以稍微看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來試一下 那當然 理論上 這邊所有的公式裡面 其實用那個 Indirect 難度當然最高 可是 Indirect的好處是 他可以針對 某個工作表的實體位置去抓 其實有時候反而用錢 還是最好用的 而且是最直覺的 所以工作上 如果你要抓一些資料 難免會用到 一家Indirect Indirect如果用VBA的角度來看 他蠻像VBA裡面我們常用那個Range 那個物件 他跟Range物件 用起來還蠻像的 那Index 反而比較像那個Sales那個物件 Sales物件 裡面放的 基本上就是兩個數字 一個是列號 一個是藍號 是放數字 可是Range 基本上我們是放文字 就像Indirect 所以剛剛提到的這幾個都是有關那個檢視相關的 函數部分 那會多補充了一個 抓取內瑪 的 這一個 函數 那後面還有 如何用VBA來做查詢的動作 那 這個部分我想各位試試看 都 啊 啊 啊